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苏苏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一期双十一购物清单的分享的一支视频 虽然我人在日本 但是呢 我也不想错过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购物狂欢的机会 我一般就是在淘宝上买到东西之后走转运 寄到日本 日本最近货率涨了很多嘛 所以买东西其实并不划算 这一次双十一的打折力度还是挺大的 所以我当然也要凑一下这个机会 然后这支视频就包括了护肤 服装 还有服饰的一些分享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我们就接下来看一下去吧 首先第一样产品呢 就是一个护发的套装 可能我一直就是减肥 减肥的话其实挺容易涂头的 最近没有在剪了 但是就发现自己头发变得特别少 这发际线不是变往后的吗 也跟随数大有关系 我就剪了个刘海 希望挡一下 但是这也不是长久之际 因为夏天的话我还是会把刘海留会去的 所以我就入了一个洗发套装 就是这个 欧树丹的防脱的洗裤套装 那有些女孩子表面上光线亮丽 没错 就是我 就是把发际线都藏在帽子里什么的 但是呢 其实背地里已经把防脱洗发水加入 购物彻底了 我头发是属于细软发质 其实平时挺顺滑的 对于洗发水的要求 就不是说顺滑啊 什么味道好闻这种 因为这种日本洗发水也挺多的 我希望我的护发水能 坚守住我的发际线就可以 所以我就需要一款防脱的洗发水 欧树丹的这一款洗发水的话 我觉得用下来的话效果还是不错的 我最近一直在用 我明显能感觉到我头发掉的比较少了 所以这款产品我是应该会回购的 之前是知道欧树丹是有洗发水啊 护发素什么的 但是我总觉得它有一点小贵嘛 毕竟算是高端的洗护产品 这一次我就吓了狠心 然后买了一套这个 因为我的头发实在掉的有点快 它在高端的洗护产品里面 应该算是全国第一 然后它是一款氨基酸的洗发水 氨基酸的话就是无任何刺激性 尤其是对我这种细软天塌的发质的话 就是会起到很有效的保护作用 建议是洗发水加护发素食一起使用 这样子效果会更好一些 平时爱掉头发就是因为毛囊出现了油脂不平衡这种问题 这款洗发水据说是含有五种天然的植物精油成分 会滋养一下我们的头皮 改善脱发的这种问题嘛 这款洗发水我用过之后 反正就是洗完了呢 明显感觉到头发是蓬松的 脱发的状况也改善了挺多的 我明显能感觉到我都是头发就是掉的变少了 之前我是洗完了之后能抓出一大把就是脱发 然后现在就是稍微挤根的样子吧 它的味道真的就是很高级的那种植物精油的味道 然后洗完了之后整个人幸福感特别满足 然后就平常就是洗完头就像个变态一样 总闻着自己的头发就感觉心情特别好 我觉得这个是一般的平价的洗发水是达不到的效果 尤其是我觉得在香味这个地方就是我还是挺富欧数单的 因为之前我每次回国的时候会在机场买那种一般的那种护手霜 每次我妈就是特别要求我买那个 因为我们俩都觉得味道特别好闻 就冬天我们俩根本离不开护手霜 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他们家的香味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那如果大家跟我一样就是属于细软的容易脱的发质的话 我还是挺推荐大家使用这一款的 这个是护发素 这一款是洗发水是300毫升的 我觉得还挺扛用的 是护肤的部分 我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这一款 奥尔滨的清新活润经典水乳套装 这一款就是奥尔滨的健康水 它的全名是爽肤精脆液 这款也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 他们家的渗透乳 我已经空瓶了好几个了 这次我依然打算回购它 对痘肌是非常友好的 我大学那一阵皮肤就是特别不好 我就使用健康水嘛 比如说哪个地方就是长了痘痘或者闭口 前一天晚上吃服第二天早上 那个痘痘起码就是消太去大班 维稳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奥尔滨他们家的产品的理念是先乳后水嘛 先在化妆棉上挤三邦的那个渗透乳 然后均匀的抹在皮肤上 然后之后再上健康水 起到一个水油平衡的作用 化妆的这一款健康水和渗透乳可以说是我的粘度爱用品了 跟我一样经常鼓个痘痘或者是经常有闭口的姐妹可以使用一下 经过长时间的一段使用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看到效果的 而且双十一这一次他们家活动还是挺吸引我的 所以我打算这次再囤一套水乳套装 我给大家介绍彩窗部分 先介绍的是眼影 眼影就是这个3CE的这两盘 我觉得这两个就是3CE的两个经典的色号吧 都特别使用 色号会打在这个地方 我之前是在那个日本的元素的那家店看到了这一盘超级贵 日本3CE就是特别特别贵 我觉得那一盘好改成香奈儿一盘的价格 所以我当时就没有买 我是后来回国的时候找的韩国代购买 但是我觉得价格也不是特别合适 最近我看双十一3CE他们家在打折 尤其是眼影盘还蛮划算的 因为我总觉得我找韩国代购什么的呀 都不是很靠谱 我觉得很难买的肯定是真货 也有可能是假货嘛 但是我觉得天王七千年之类的 就买起码是保真的 3CE他们家的眼影我觉得就是闪片特别优秀 他们家是有那种全闪片有全亚光的 这两盘都是闪片和哑光集合的那种 我个人更喜欢的是这一盘 这一盘大地色系 大家知道我就各小大地色系 一般一盘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偏粉一些的吧 粉嫩粉嫩的 还有他们家的这一款纯釉 是那个top 我觉得这款我也是挺推荐的 我当时这款是在日本店里买 日本店里一直断货嘛 就有一天晚上我去的时候 就是正好看到了这一支 我就赶紧买了 而且我看了一下官网的价格比日本便宜很多 我日本家的那个店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贵 它很火 但是确实有它很火的理由 它确实很好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的那一个 16只口红失色的那支视频 可以看一下 它的那个颜色和它的质地确实很不错 接着就是我一直都特别喜欢的爱杜莎 这个是爱杜莎的睫毛膏 这一款是爱杜莎的毛孔隐形液 这一款是我今年向前采入的 然后这个是我一直都有在用的一款睫毛大地膏 说是睫毛大地膏 我觉得它更像那个睫毛膏 因为它那个膏体是黑色的 然后它的那个刷头是这样子 就是一个镰刀形的刷头 它就是绝对不会刷出苍蝇腿 今天的睫毛就是这个爱杜莎刷的 这一款是我夏天真的离不开它的一款东西 我是今年夏天采入的嘛 刚入的时候我就震惊于它的效果 我也在两支视频里面都推荐它了 它就是可以让你的鼻子 就是你出油的地方完全呈现压光的效果 我是一个混油性皮肤 我觉得它就是真的可以让我的鼻子 这个地方一点油都不出 平时夏天就对于就是T恤出油 非常有困扰的姐妹们可以入它 而且天猫旗舰店 现在好像是它们俩是一组套装在出售 我还是挺推荐这一组套装的 接下来还是两盘眼影 是CLEO的这两盘 这个是新的色号 然后是04号色 这个是之前的那一款大地色盘 大家看一下里面的颜色 一个就是这种比较实用的哑光颜色 哑光色跟闪片色都特别的美 比较有层次感的一盘 这个04号色 04号色好像官网上是没有的 我是找韩国代购买的 但是我不是很推荐这一盘的一个原因 就是它对我来说有点太过于粉嫩了 上在我脸上我觉得有一点显得我黑 入一盘的话比较实用的 我觉得还是推荐这一盘 这一盘真的就是属于特别百搭 而且现在好像价格也挺合适的 所以一直在犹豫这一盘的 看我之前种草 然后你心动的 就可以去看一看这一盘 紧接着就是Benty Beauty的Chiro Bomb 4号是Amber 应该是这么足的吧 我足不是很好啊 然后它是这样的一款 高体的这种感觉 量是这么多 但是它真的特别特别扛用 就我已经用了能有一个多月了 本来是什么样子 现在还是什么样子 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 我最近修容修的还挺好的 我觉得我修的这个还是挺立体的 所以我还是挺推荐这个 它这个颜色是属于灰棕色 就比较适合亚洲人的肤色 我觉得很自然 不是那种偏黄的修容 尤其是修鼻子这个地方 我觉得特别合适 我脸部修容还是用的是修容粉 鼻子修容的话 我一般现在就用的是这一款 现在天猫上也是货很齐全 价格跟我在代购买的差不多 T-Beauty的那个官网上 我最近看到了那个 钻石高光也上了 还有它们之前一直特别火的 那一款奶茶色的唇釉 双十一的时候入这两款 在这是口红的部分 我已经下单了这一支的定金 我的今年最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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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唇釉 没有之一 是这个 它就是一个真子奶茶色 我已经在我好几支视频里面提到过它了 它的价格是把那个定金付了之后 是跟日本的价格差不太多的 Bubbie Brown的这个唇釉价格一直不是很贵 就这次趁着这个机会赶紧入 因为我这个已经要空管了 我还推荐大家以下这个 Bubbie Brown的这款高光 然后我现在看他们家官网是 买一个这个高光 送一个高光刷 我觉得还挺划算的 而且价格什么的比平时便宜很多 在Bubbie Brown的话 我就推荐大家买这两款 接着就是服饰和配饰的部分 我平时很喜欢买的配饰店 大家都知道 除了Mosaic Slide的话 就是脂肪商店 他们家就是顺时衣这次也会上新 我看到了有一款项链特别好看 会在这边放图 他们家参加的是淘宝的那个总的活动 满200减20的那个活动 因为他们家的价格稍微有一点小贵 就平时没有舍得买的 我打算这一次就尽情的买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脂肪商店 他们家食品的风格很简约 然后又很高级的那种质感 尤其是他们家的材料 要不是纯银的 要不就是纯银 然后度的18K斤的那个样子 最近我入手 他们家我很喜欢的一个就是 他们家的手环 是这种开口的 可以调节冲紧的 然后我就特别郁闷的是 前两天我爸给我寄东西过来 我没有看到我在他们家买的那个手电 我就把这个包装都扔掉了 结果后来我爸说 他缠到我那个包装的袋子上 我真的好心痛啊 手电竟然就那么被我扔掉了 没事 这一次买更好看的 服装部分 我最近特别喜欢买V1嘛 Brandy最近我也买的特别多 但是Brandy他们家没有双十一打折这些东西 从上一次回国之后 我就开始买韩国设计师品牌的一些卫衣 我就给大家推荐一款 我最近一直在穿的一款 就是这个 是这个品牌 他们家之前好像就是不加容 现在就是所有衣服就是都变成加容的 然后这个颜色就特别显白 非常宽松 我觉得跟我差不多高 我是一米六九 然后一百零四斤 跟我差不多的话 我觉得选S号就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一米六左右的女生的话选择S 大家会觉得比较偏大 因为我穿S我觉得已经很大 上身图我会放在这个地方 最近是我穿的频率非常非常高的一款卫衣 感受一下它的宽松 它的显白 而且配上我这只帽子也特别好看 是吧 我是有一家经常买的韩国代购 我会放在这个地方 我还在他们家买了一件这个 荧光绿色的脸帽的衣 这一件也超级超级显白 能感受到这个显白 目都已经曝光了我的里面 这件也是比较宽松肥大的那种款式 然后这个也是S码的 他们家我觉得女生穿S码就完全够了 M码真的太大了 这家也是参加那个满二百件二十的活动 价格的话比平时我觉得划算很多 如果一直种草 这个牌子卫衣的朋友就可以入手了 我觉得 可能有的朋友不太喜欢太过于宽松的衣服 但是我觉得冬天嘛 被宽大的卫衣裹在身上的感觉就好有安全感 所以我就买了超级多这种卫衣 都特别好看 接着就是眼镜 我之前一直戴的就是这一款 近似的这一款 眼镜上上现在稍微有点脏了 大家不要介意 这一款就是属于圆圆的比较复古可爱的那种款式 这个就是超级百搭 穿什么衣服都可以戴它 比如说拍全身照什么的 跟我妈出去玩什么的 我都会戴眼镜 我觉得眼睛就是在整个穿搭上的一个增加亮点的东西 我看它的官网最近也是在就是做活动 双十一的时候也有打折 之前我分享过这个型号 我在这边再打一下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看一下这款有没有在打折 也是近似的一款眼镜 上一周买的 这一款好像是日本这边是最新款 我不知道官网有没有 因为我刚才简略的看了一下 好像是没有的 但是我还是想要推荐一下这一款 如果能找代购的话也可以 它是属于偏方一些的这种镜框 戴上去就是这种感觉 就更复古的一些 尤其是我觉得这个眼镜配上我的猫眼眼线就好特别哦 好了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我的双十一购物清单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推荐的都是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也经常用的觉得很好用的东西 祝大家购物愉快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三连搞起吧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